随着中国大陆八代面板厂新的产能陆续的开出 但是市场需求成长力道是趋缓的 严调机构认为明年全球液晶面板产业 恐怕会持续面临到供过于求的状况 另外严调机构也认为因为面板产业试况不好 再加上中国大陆的面板供应量数目太多了 或许中国大陆面板业在2014年 也有可能要进行整并的动作 感谢观看